毒品入侵校園嚴重 学生一日染上成癮就很难走回头路 议员林芳瑜指出 反犯毒品入侵危害校园 教育处、学校等单位则无旁贷 其实现在的毒品的样貌蛮多元的 让你不小心 让你因为好奇心 因为小孩子、小朋友都有好奇心 会因为他们的好奇心而去尝试 所以如何杜绝、如何宣导、如何去做 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的校长们、老师们 教育处这边都要去关心 要去极力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文才云议员质疑教育处及学校等 对于校园毒品危害防治不够积极 要求应该要正视此一问题 在毒品预防上拿出积极作为 这个当中学校的老师 你有负起责任吗 学校的校长你们有负起责任吗 我觉得我们就是那个心态还是这些孩子 因为他不需要让学校背上这种名誉、校育 让有的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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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来这里打执 这是很不对的 近来新兴毒品样貌推成初心 如何协助师生与家长预防及辨识 议员建言卫生局及卫生所能主动与学校联系 并且将此一议题编列进教材内 分泛于未然 在他们那个课外活动的时间里面 我们卫生所的人员可以进出去作为一个宣导 这样对学生来讲 对他们的健康 他们的饮食 对毒品 让这些小学生、国中生 从小就可以建立自我保健的一个观念 我认为说这应该是要变成一个常态性的 一个正式的生活的课程 正式列入我们的教材里面 因为现在这个毒品应该是很困难啊 毒品泛滥的程度 从毒品以各式各样的包装出现 就可知道房不胜房 议员兼警嫌期盼相关单位编列预算 加强毒品防治预防宣导教育 我本会所有的议员都很关心 我希望可以尽量来协助教育处 各学校来基盘更多 为保护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议员们已致呼吁 希望相关单位同力合作 研究出一套系统性的反毒政策 才渴望解决毒品泛滥的问题 民意新闻洪一轮南投县议会采访报导